大家很在意的就是Omicron疫情了 现在我们有一个说法 听到这个中央研究院的 今日任研究员何美香 他讲法是说 资料显示感染Omicron之后 如果你又打疫苗的话 两者相乘超级免疫 可是问题是这个讲法 也许真的有科学数据来佐证 可是对于台湾来说 要知道我们现在 有很多专家都提醒了 高风险族群是经不起感染的 70岁以上 你知道吗 跟去年过去5年的 这个死亡率的数字 已经是好几倍了 那大家就要问了 我们经得起这样的感染吗 台湾真的准备好 要经起这样的感染吗 我觉得何美香讲这句话 我不太认同 就是好像有点 鼓励大家去染疫的这种味道 就觉得你既然这个我们的防疫 每天把防疫看得这么重要 包括我们的家长 包括我们的长辈 可是我们个人对于怎么样去避免感染 或是万一有人染疫了 怎么样去做一些隔离 我们还是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让你说打了疫苗 再加上染疫的就增强抵抗力 我觉得这个说不通 如果这样说得通的话 我们相关的所有管制可以通通不要 什么0加7 3加4 7天 10天 这些都通通不要 然后进了国门之后就直接 到街上去逛街就算了 因为反正增强染疫之后 对这个病毒反而有抵抗力 我觉得这个讲法真的讲不通 我是 我这一段今天看起来 那很多的学者参加 因为对新冠 因为他是个新兴传染病 看法也都不一致 有的时候 就是很多的讲法 我觉得有时候惊世害俗了一些 就没办法掌握到大家的民心 那大家民心看在街上 每天都冷冷清清 为什么 因为他怕感染 你说生病 不管今天是轻症多少重症多少 那万一自己刚好是1% 0.5%的重症 更不要说很多的 孩童家长 急诊室外面很多的 有一两个案例 他因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所以我觉得学者专家不能够判 这里帮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与病毒细菌作用 打架完之后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哦